一周啊 这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我的大四小评 中午的 应该时间两点 这个节目呢 给大家讲讲 这个两个热 温家宝热和这个大学生 读谋选的这个热 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来 刚开始拉 可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慢慢等我把话讲开了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温家宝 有一位母亲 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母亲呢 是纽约时报 写一篇关于温家宝家族的 那个腐败的那个文章 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写的 张大卫 那么这个文章呢 当时是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主要是想呢 这个温家宝家族 跟这个平安保险公司的 那个 这种腐败的关联性 当时呢 我还在那个时候 还在我们在明镜做节目啊 我们真的是通宵 在报道这种新闻 通宵报道新闻 我记得那个时候 差一点啊 联系到这个里面的一位 核心人物啊 出来我要采访他 而且事实上 我那天晚上我已经在办事准备了 可能那个核心人物最后 因为 什么事情不清楚啊 突然就是取消了这个采访 搞了半天啊 我那天晚上白准备了啊 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呢 温家宝说是还要起诉 打官司啊 后来因为啊 这个组织上的约束 没打成啊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这个这个这个温家宝家族的 这个几十亿美元的 这个黑幕的事情呢 一直就成了温家宝家族的 里面的一个悬案啊 包括这一次温家宝热里头呢 人们把这个事情又给翻出来了啊 所以你不管你温家宝讲了什么东西 这个这个二十二十七亿美元 大概这个数字是二十七亿啊 这个二十七亿美元的事情 你没讲清楚啊 那么你就如何如何如何 这种观点还在啊 那么这一次呢 温家宝热是什么呢 是他啊 到澳门啊 到澳门啊 找了一个啊 一家报纸 这也本身有意思 他这么好的文章啊 在中国他就没有啊 他作为前任总理啊 他也不在中国发 啊 我没在中国发 我不知道是道理的发不了啊 还是什么原因啊 发到了澳门啊 澳门导报啊 连发了四次啊 3月26号到4月6号 那么这篇文章呢 如果您在听我的节目时候 没读过啊 那个有点遗憾 那么如果你听到我的节目 你再去读呢 那就没有遗憾了 啊把你这个遗憾呢 有有点啊 做了一些补偿啊 确实值得读啊 确实的读 所以说我这个标题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温家宝文章 确实有东西啊 我既然为他打广告 是不是啊 那么我就要讲啊 我认为他在里面确实有东西 都一些什么东西 我认为啊 值得我关注啊 这是我首先要讲的啊 那么这个他的妈妈呢 啊 杨志云啊 2020年12月啊 12月出生 那么有些人 对他的这个文章啊 做了一些个一下归类啊 说他讲了几大部分啊 实际上是讲解放前 解放后啊 主要是这几块 然后呢 实际上解放后呢 啊 这部分呢 主要讲文革啊 再往下就讲 他在中南海当官啊 实际上就是这几块啊 这几块 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啊 尤其像 温家宝这个级别的人呢 写出来的东西吧 基本上啊 没有几个人的东西值得看的啊 你就跟人民日报啊 跟新闻联播的内容差不多啊 用这个这次的 有的观众的评价来说 就说呢 温家宝是迄今一个说了人话的 中国领导人啊 说他说了人话啊 不管他说的人话 还是不是人话 你像一个儿子 在写自己的妈妈啊 一个儿子在写自己的妈妈啊 而且温家宝是学理工 到底是学理工科的人啊 但他的妈妈是个语文老师啊 所以温家宝的这个啊 国学 国文底子不错 他在这个做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经常来点这东西 搞得在翻译啊 啊 这个但是一时找不到北 但最翻译也不错啊 那么有一些这个啊 外交部的女翻译 因为翻译温家宝的这个文雅的那些诗词 这话出了名字啊 这种情况大家也知道啊 他的妈妈是叫语文的 而且他我知道这个 如果你在小学的时候啊 你遇到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啊 你终身就受益无穷啊 我老陈啊 这辈子就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啊 这个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 我们俩有非常好的互动 所以这个语文老师 这个是我的终身的怀念的啊 这个这样一个老师 那么前一段呢 我还翻到了一篇 我的老师啊 我在大学的时候 跟我的老师的这个通信啊 他给我的一封信啊 看读起来特别的亲切 就这样一个小学老师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文章里头呢 温家宝就写他妈妈和他妈妈教的一些学生之间的关系 一直到90岁啊 到90岁的时候 他妈妈跟学生之间还有往来 那么我就想我的这种对老师的语文老师的这种啊 印象和感觉 和他写他妈妈和他学生之间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这个 跟我的这个经历的世界啊 是很接近的啊 觉得很真实啊 你在中共的这个 你在中共的这个领导人的里头 你很难看到啊 写文章写的如此的啊 贴近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啊 你觉得他们讲的话像人话 而不是人民日报和央视那样的宣传的机构啊 经过改装之后的那种语言 那个东西你听多了之后 你会觉得你这个那是酷刑啊 那么现在有网友说这篇文章啊 他讲的是人话 而且是在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一局面里面的人 能够讲人话的这个中共领导人之一啊 前中国他是常委嘛 总理嘛啊 绝对是这个啊 正国级的这个级别的 嗯 那么这是只是一个啊 比较表面的一个一个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呢啊 很多人关注他 这个时候发表出来 跟习近平关系关系如何如何啊 这里头通片没有谈习近平 跟习近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如果跟习近平有关系 那也是啊 这个文章里面的内容啊 折售出来的人们的解读的内容啊 这里头没有啊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习近平呢 啊 说这个 他在这篇文章里谈我新闻中的 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啊 那里永远有人心 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敬 永远的青春自由奋斗的弃之 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啊 觉得这个是对当下的一种批判现实主义啊 我倒不这么认为 这个中共现在搞的这个核心价值24个字啊 很多东西在这个里面也有 是不是啊 跟批评习近平没有关系啊 那么批评习近平的问题是你们的另外的解读 不要把他跟习近平批评去挑到一块去啊 那么如果他想批评习近平的话呢 啊他也不会用这篇文章啊 公开的来批评啊 只是你的解读啊 我觉得是这样 他们当然这个东西呢 啊他在这个里面谈到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就对我们理解中共 这个体制啊 比批评习近平更有意义啊 这是他的意义所在啊 习近平是这个体制诞生出来的一个啊 诞生的一个宠儿而已 他并不代表这个啊 就是这个体制的最终啊 所以温家宝谈了很多东西呢 啊他谈的是关于这体制的问题 这是我更关注的 那么这里头比较有印象深的是这个 他说他保留的他妈妈给他写的两封信啊 那么这两封信里头呢 啊第一封是他刚刚担任总理的时候的一封信 第二封是他连任总理时候的一封信 那么第二封信呢 意义啊不如第一封信 第一封信里头讲的什么东西呢 他妈妈在2003年给他写的这一封信啊 那么他妈妈原话是这样 你今天位居人臣啊 如此高的地位 没有任何靠山 家里就不用说了 得来多么不易 啊就这几句话 语文老师的语文老师给他的儿子的一封信 啊这个对中共的这种讲究根红瞄阵的一种一种体制来说的话呢 这种这种语言 那就是等于是被对革命的背叛 对革命的背叛 嗯 啊你没有高的地位 没有靠山 然后你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啊 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多么不容易 啊这是一部分 另外讲他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 全靠微博的工资肚治 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妈妈一生结交的都是同事邻居普通北姓 从未高攀个一个当官的啊 这个温家宝这个总理啊这个位置上的人啊郑国籍 然后他在文章里头啊 说他妈出卖高宽高攀个一个当官的嗯 这里头呢有对照也有讽刺啊 哼也有讽刺嗯 你温家宝怎么样混入到这样一个体制 最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啊这是对这个体制里头的这个啊 啊当官的来源的一个批评我觉得是啊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文章里头五次提到文革啊 这是里头当下我觉得如果有意义的话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也是我今天 把这个话题递了出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是文革这两个字他像幽灵一样啊 在我的脑海里回荡也在今天中国的大背景之下游荡 文革啊当年马克思写共产主义宣言的时候 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那么文革这两个字今天就在中国游荡啊 文化大革命提了一次 另外四次提文革啊都跟他的爸妈妈这个 他们家里的经历有关系 文革期间我家被书上到农村 文革后又回到这里直到街区拆迁才搬家啊 这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指的是啊 他们一家靠株林两间房子啊 是他们是当房客的 株房子过一生啊 文革期间啊 这个他们在这之前他们住在这 等文革之后他们又回到了这啊 他们在这个住的时间很长 所以温家宝这里头呢 有一部分的文章是对那个 他妈妈和房东关系的一个 一个解读 那也是不错的一段啊 讲他妈妈如何跟那个老 跟那个房东关系啊 这一部分 然后文革期间呢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落在我们家中 爸爸被揪斗 关在学校监视居住 停伐工资 大字报从江门口贴到了胡同 再往下啊 文革期间爸爸被关在学校 经常遭受野蛮的审讯和打骂 一天赞网派一拳将父亲的脸打肿 眼睛被分得看不清楚啊 父亲容无可容指着心口说 小子的人朝我这打 再往下啊 七八年十月五号 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 做出关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的 复义意见 认为文革期间的审查 未发现新问题 这就是这个文家宝对这个 文革对他的父亲的摧残 一个回忆 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 当中共领导人啊 把现在把文革抬出来 把他甚至于把他过去那些 老毛时代做的那些事 啊作为什么艰难的探索 他把这些经历讲出来 大家很清楚 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啊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东家宝在这个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会上 那个新闻界的招 招在会上 他对文革有一种啊 痛苦民心的一种 记忆或者一种那个警告啊 和一种这个让全世界都看得到的警告啊 这个这个对 但是当时我那个话的时候并不清楚他们家跟文革的关系啊 但是当他记者会谈到薄熙来那个事件的时候警告文革要再来的时候呢 那你想读到他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的文革是这样一种 还有这种东西啊 你再去想想他是不是在演戏啊 他是在演戏还是讲真心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说这篇文章值得关注啊 还有内容在这啊 再往下啊 我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 集中担任总理10年 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啊 又抢又再次强调他的出身 做官本事偶然之事 我奉命为警 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事务事之死 即长足 归继啊 把中南海 描绘成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他就很清楚 在那里头啊 你呆着你住着啊 你在那干事啊 他把他如临深渊的一种写法 什么时候有人敢把中南海写成如临深渊了 那是啊 那地方有水啊 那地方有水 他把他当成一个如临深渊 没听说过吧 第一次听啊 这个东西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 一个说法啊 写中南海 嗯 还在这写他的出身 再往下啊 他提到他这个2009年在英国访问期将被人写着那个事件 那个事件对他妈妈的刺激很大 这样一种 有新闻故事性的这个事情呢 也只有温家宝先生通过他的这个文章才能体现出来 平时我们 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这是一个文章里头啊 我把它摘出来的那个比较关键的内容 那么我觉得比较 核心问题在什么 就是常常就是对文革的批评 控诉啊 另外也对这个官场的啊 这样一种描述 另外呢 就是说呢 像他们这种出身的平民啊 和 共产党里头挂的那种出身正正的那些的那种这种 差异的强调啊 这是这个文章里头啊 非常有特色的三个方面的内容 所以我要把这三个方面的东西的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一部分啊 这是从这个 他的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说啊 另外一个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什么 这个 现在这个温家宝说的这些啊 讲这篇文章 他发表的这个 时间啊 他发表的这个时间 这是人们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 一个话题 他为什么在这个期间啊 发表这篇文章 他妈妈去世应该是去年年底啊 现在文章拖到 这个时候 大概这个期间吧 发了写了这篇文章啊 其实这篇文章呢 这也是很多人的这个解读啊 说他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意义 但是不管他本身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他有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人们在解读这个宪法的时候 当温家宝的这篇文章引起争议的时候呢 那么可以想到了这些 那么这一次这个文章呢 本来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争议的 他发表了以后呢 他被这个微博啊 这个公众号啊 叫学人转栽啊 4月17号开始转栽 他的这个影响力慢慢的出来 后来人们发现呢 这个文章呢 被禁止转载后 分享到朋友圈啊 微信提示呢 是违反 微信公众 平台运用规范 那么因为微信里头 对这样一个文章的这样一种操作呢 反而让这个文章的影响力啊 就就出来了 往往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你不封你不封杀他 他就觉得大家没那么回事 因为很多领导人的文章写了没人看 啊没人看 但是当你封杀的时候 他就想 哎 他为什么封杀这东西啊 那就去看啊 一看哦 原来是这些问题啊 那么一扯有些人就扯到习近平身上去啊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体制的问题 和这个体制造成的灾难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篇文章里面 他讲故事里面讲到的东西啊 那么这个再往下 我们可以看那个温家宝在这里面 谈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谈到的这个文革啊 文革的问题 文革的问题呢 文革的问题大家要注意他 在这个总理的最后任期那次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啊 那次讲话呢 文革宝把啊最精彩的部分流到了 这次记者会招待的最后一幕啊 最后 当然这是安排 我觉得这是安排 应该是安排 因为这个这么重要的记者招待会 事先的这个提问啊 都是事先安排 不会有一个人啊 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而让温家宝没有准备 那不会的啊 因为我在这个媒体工作的经历 我是知道就是外交部对这样一种啊 对这样一种会议上的这种提问 那是控制的非常严的 很长时间之前 他们就要啊 谁有机会提问啊 都要准备好的啊 告诉外媒啊 之类的啊 所以这都是有准备的 等于是温家宝把那个问题留到了最后啊 那么最后他说的这些话呢啊 到今天这一次 因为温家宝的文章啊 在转栽的时候的这种争议呢 大家把这一段话又给翻出来 完整的话是这样啊 他用一种极端极端 缓慢的这个语速 讲了最后这句话 以至于说啊 温家宝这个讲话的语速 让人受不了 但是因为他这种极数啊 极其缓慢的这种语 这个节奏啊 他这些话 今天啊 人们想起那场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啊 一个是用他的呈现形式 留下了一个印象 另外一个呢 因为他的呈现的内容 留下了更深的这个印象 那么这个话他怎么说的呢 他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了情绩 还有可能失而复得 社会上产生的新问题 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然后再往下啊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美国有责任的担任 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所以当人们把温家宝的这一套 这一段讲话翻出来的时候呢 就我看到观众啊 在底下写的评语说 中国今天的事终于被他严重 什么严重呢 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 在中国还可能发生 这个话题呢就转到了 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在中国可能发生呢 就谈到了我今天这个话题的第二部分 大学生 学习毛主席著作热 大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热 为什么跟温家宝 这篇文章联系起来呢 一个是因为温家宝在这个文章中 对中共体制的这个批评 你们开始提到了文革 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在这个文章里头五次提到文革 那么人们又把他在总理任上的 记者招待会上最后的那个讲话 警惕文革要要要复辟的这样一种啊 警告啊又翻出来 再看看现在这个 大学生里面的这个读书读文革热 这个文革热的这个问题呢 啊那个有篇文章啊 有篇文章我给我们导播了 我不知道我们导播能不能够把它啊 滚动的在上面播放出来 让我们大家看到他们的 你们的一些一些内容啊 他的标题叫啊叫什么呢 地铁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读毛选啊 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一股兴奋潮 让中年副本门直呼看不懂 那就是在地铁公交车上看毛选啊 中年副本门再去读毛泽东 那是脑子进水了 对不对啊啊 像我现在我会读毛泽东选吗 我们难道受的害还不够吗 温家宝内代人和他的父亲呢 受害还不够吗 他们只有警告啊 证告这些文革的这种复辟的 这样一种心情来谈的文革啊 绝对没有想到 现在像年轻人这样的 再来读文革啊 这样读毛选这些东西 毛毛泽东就是代表这文革啊 你提毛泽东就代表的文革要来 基本就是等同在这样一种行义 那么我看到的这个啊 我看到的数字呢 真的啊 这个 是这样啊 这个我们这个读者中啊 也有一些可能是做图书出版的啊 看看他们应该提供更多的消息 就是毛选旧书啊 以悄然成为热销商品 2020年的销量更比去年翻了一倍啊 在毛微博上毛选共读小组 重读毛选这些这个关键词呢 啊 已经这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一个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的参与小组呢 已经有100多万的参与度 我确实看到啊 这个很多图片 很多图片啊 大学生在这个 地铁里的读 毛泽东选集的这样一些一些一些东西 一些图片啊 还有人在上面这个 做记号啊 做这个读书笔记 在电商平台毛选旧书 已悄然成为热销商品 一向追星的年轻人 对这些封面成就紫章啊 泛黄啊 甚至别人读过的毛选 表示出浓厚兴趣 1977年版的毛选第五卷 很多店家卖到脱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温家宝提到的 警惕文革 再次出现的信号 这个文革呀 有些人 在反思的时候呢 提个一个概念 叫人民文革 这个人民文革呢 在某一上指的是人的这个 通过自己的思考 通过自己的反思 在没有官家 在后面搞鬼的情况之下呢 发展出来的一套啊 关于类似于文革的观念和 类似于餐饮文革的那些行动啊 我把它归结为是啊 文革啊 这个人民文革啊 我理解是这样 就是没有官家背景的啊 没有盖世太保 没有格贝尔啊 在后面的这种背景的啊 这种文革的思想和文革的行动啊 另外就是一种官家文革啊 这个官家文革呢 就后面有盖世太保啊 有格贝尔啊 宣传操纵啊 一个操纵这个啊 枪杆子 一个操纵这个笔杆子 然后呢 给老百姓灌输文革的那套东西 啊 这是官家文革 另外还有一种文革呢 叫啊 非官家啊 非人民文革的这种混合物啊 叫灰色文革啊 有些时候你就分不清楚 这样一种行为啊 到底是官家在后台搞鬼 还是这个人本身啊 脑子进水 他要来的文革这套东西 那么今天中国这套东西呢 说实在话 如果没有官家啊 对戴耀平当年对文革问题的啊 不然反正 戴耀平当年对文革是要彻底否定的啊 但是后来啊 后来考虑到毛泽东 历史地位 和中共的 现在的这个政权中间的这个连续性 他只做到什么情况 情况下一个 三封啊 三封肯定 七封否定 但是呢 说白了话 中共从来没有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啊 正是因为没有否定毛泽东 在天安门留着毛主席的像 在那里留着他的祭奠堂 另外一个在更遥远的湖南 还有一个村子 这几个地方呢 啊 除了毛泽东 幽灵和文革幽灵 游荡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根据地 只要有一个领袖 或者这个党的某些决策层啊 想打毛牌 那么这个国家啊 就马上就有一批老百姓去呼应 今天中国就出现这种情况 习近平啊 这两天这个去了 昨天吧 去了清华大学啊 去了清华大学啊 啊 他很知道这个 现在这个对大学生的这个争夺啊 另外人民日报 发了一篇文章啊 警告这个香港大学的学生会的会长啊 只有等待你的只有监牢和手铐 他把这个共产党对大学生的这个控制 对年轻人的控制这一套 他把他引申到香港去了 如果你不服从的话呢 就是手铐和监狱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你可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学生 现在慢慢的慢慢的这个跟毛热背后的这种关系 他一方面他有一种强力啊 让那些独立思考的人呢 慢慢的上次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啊 主动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主力思考是有风险的 另外一个呢 在大学清理图书馆啊 清理老师啊 清理这个图书馆的 各种各样的书籍 最后把大学的变成了怎么呢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 变成了习近平大学 最后变成文革 内容的教材内容的大学 这就是今天中国 很多人不同意啊 文革在中国非复辟 肯定很多人不同意啊 因为有些特征不出现啊 你像毛泽东啊 三东老百姓都老干部啊 这种现象啊 不会在今天完整的复制 所以有些人认为呢 这个文革在今天不会出现 但是你从这个个人崇拜啊 这个 对毛选的这种崇拜 和和这种阅读热 权力的集中 老百姓对领导人的这种崇拜 现在跟文革有区别吗 一点区别都没有 所以说 今天我这个节目呢 要把温家宝这篇文章啊 和现在都毛毛选这两个问题 挂起来一块讨论啊 我只是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啊 温家宝在这篇文章里头 他敢于 把自己的父亲的经历的故事讲出来 通过控诉文革 和当下中国文革的 这样一种复辟的倾向 这就是他文章最大的贡献 至于啊 温家宝先生是影帝 还是他真正的在中共党内 一个异类 这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只关心他说了些什么东西 当然有些人现在怀疑 这个把现在这个时代跟 胡温时代的实验做比较啊 我看到有一种观点啊 有一种观点啊 说现在这个 胡温的时代啊 可能是这个 这几十年中国最好的实验啊 这个判断也许会有争议 但当人们把这个温家宝 递了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说胡温时代是中国啊 这几十年来最好的实验 啊 我看有一篇文章啊 这么写的 不管外面怎么评价吴总理 他主管经济的时候 没有瞎折腾 保障了十年大发展 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啊 啊 最后说呢 温家宝总理啊 好像我们误解了你 我们误解了你啊 这篇文章在微信上流传啊 但是你要看微信 这篇文章已经被和谐了 看不了 你要去网络搜索啊 温家宝总理 我们误解了你 你看这篇文章啊 这里面谈的就这些问题 这些争议呢啊 一直有争议 因为这个余杰的那本书嘛 把这个温家宝写成隐替 所以这个在啊 这个新闻评论界 对温家宝一直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但是我 我不认为这篇文章在演习 我不认为这篇文章在演习 这篇文章 温家宝是想讲某些事情 讲某些事情 好了 这是我今天这个大小兵节目啊 在这里要跟我们观众们 分享的这个内容啊 今天晚上还有这个 晚言晚事啊 这个我跟和平先生可能会也会交错的谈到这些问题 所以请大家来围观啊 那么在剩下的时间来看我们的观众啊 也会有 要发言讨论问题的啊 我们时间 紧净一点啊 不要不要太长啊 每一个人 三分钟 这样的话呢 让我们的那个节目啊 这么多人举手 每个人三分钟啊 喂 我的麦打开 小平你好 导播 辛苦啊 我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 所以我可能三分钟都不用 也是点题性的讲几个话 一个呢 对温家宝呢 你刚才谈了很多东西 你谈的都很中肯 而且你往往是分析 你没有太多的倾向 那么我觉得呢 这是比较好的 比较理性的 那对温家宝呢 不必 我的 我结论性的话 不必像原来大家所说的 他是一个影帝 那样子去扁他 也不必过高的看重他 为什么呢 我还是那句话 共产党的体制 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 能够上到那个位置 不管你内心多么的挣扎 你在中南海里 是多么的如履薄冰 但是你为了上到那个位置 是吧 上到一个所谓温相啊 就是所谓一个宰相的位置啊 你要忍辱负重 不要这个忍辱负重 是一个好的词 但是你也得苟合 你也得去下跪 因此呢 这个人是一个中性的人 大体上 在那样一个体制下 因为那个烂透了的泥潭里面 他还算多多少少 还出污泥 好像还有点不染 这个是大家对他的一个好评 那我也表示同意 所以我把它看成是一个中性的人 并不过分的赞扬他 也不过分的批判他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你讲到现在这个文革兴起 大学生又开始读这个毛主席著作 那我讲两点 一个呢 现在形势所迫啊 我们都读过大学 我们 你跟我 我比你大概早一点 在我们那个时代 你政治不合格 你所有的课程都没有用 我是新三界 你是新三界 你已经比较可能晚一点 都改革开放的 整个气氛都比较浓了 我刚开始读书是文革刚刚结束 刚刚恢复高考 那个时候政治课非常重要 因为你那个成绩不好 其他课都受到影响 那么这是被迫的去学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我认为大家也不必太过顾虑 为什么呢 我当年不是被迫的去谋选 我是积极的学谋选 不但积极的学谋选 而且积极的学 当时推荐的几个马列经典的著作 当然我说不全了 大概几个像共产党宣言 法兰西内战 国家与革命 是吧 还有菲尔巴哈 德国古典哲学的中提 但是我们都读过 那都是党号召我们读 我们去读的 但是我在这里给大家讲 我在整个小评你的节目 从始到终 我始终贯穿一条 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思考的人 用三个方面 第一个理念 第二个尝试 第三个逻辑 我经过我自己的理念加尝试 加逻辑 最后读了这些书 得出的结论 都是共产党希望我 就是这么说吧 用大家常用的洗脑这个字 希望我思考的问题 反其道而行之 当然最后还有压垮 我的最后一个思维的 最后一个稻草 就是林立国的 五七一共产基要 对吧 把这些东西能够综合的 分析起来 要相信自己 我们也要相信 这一代年轻人 大部分随波逐流 但是中间一定有 敢于思想的人 就像我所推崇的 理念加逻辑 加这个叫尝试 最后不用高深的学问 那个教授 那个教授 有什么教授 在我眼睛里就是个狗屁 但是尝试很重要 逻辑很重要 再加上你思考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抱着一个 带有人性的 善良的 自己希望 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做一个真人的 这么一个理念 你把这三样东西 结合起来 你一定会得出 共产党不希望得到的结论 好吧 我相信这一点 请在座的各位 你们去想想 是不是你也像我这样思维 好 我讲完这儿 谢谢 好 谢谢萧辰 我们下一位 这个你主要忠心理解 温家宝 我觉得就是入室 对啊 这个尤其是 我是推总他这个 对文革问题 这个时候 他文革的内容 我只讲这一点 中南海那些问题的话 反而不是我关注的要点 再往下 行 我们下一个 小平好 我把这篇文章 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说 这篇文章是 饱含感情 是对他妈妈医生的 对 你的声音太小了 它饱含感情 是对他妈妈医生的记录 对 然后呢 我个人也把我妈妈的葬礼录下来 我准备到时候给他剪辑 成一个纪录片 这个儿子对母亲的纪念 是正常的 而且他写得真的非常好 但是呢 就是我感觉 被选出的章节 被过度解读了 我没看到 我以为有什么触隔 我真的看了一遍 我觉得是很平实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它的分布非常合理 分布的非常合理 因为文革 它占了十年 加头加尾的话 你不可能不讲那一段 那讲了 那肯定是批评 批评文革是国内的共识 不算触隔 我认为被过度解读了 好像他写文章 是为了暗示什么 我没有感觉到 我丝毫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 我丝毫没有感觉到 被过度解读 他批评文革 并描述了他妈妈 还有他爸爸 在这遭受的苦难 都是写得非常的感人的 非常的平实 而且批评的也很对 这个李强 我们这个好多人 反映你的声音太小了 我是废了 把那个麦克 按着我的耳朵上 才能听得清楚你的说话 所以我们观众 比较飞劲 那我再大声说的话 有点晚了 你这个麦经常有问题 可能他这次连的是那个啥 还是不行 你这个还是不行 对 真的听得飞劲 再给你最后试一次机会 看怎么样 对 可能是连的那个啥 连的不是耳 连的不是那个啥 连的是 你跟你平时这个耳麦的 这个质量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对啊 选择扬身体 我知道 现在好了吧 不行啊 我不用玩 那我们这个 对不起 我们再换一个游侠 陈先生是这样的 游侠好 那快点 年轻人啊 我一直都不觉得 年轻人是那个 社会的未来 是未来 一定 它只是一个什么呢 它只是现代 现代 现代精英的一种 颜色 如果现代精英选择 那方面 年轻人 现在就会 乐中于那方面 然后等他们 整个成熟了以后 就会在 他们 思想中的 那个 构造里面 建设他们 心中的 那个 未来的社会 这个 这个未来 还是要加一个 前缀的 因为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你 就是说 无比正确的 废话 知道吧 因为那个 年轻人要长大嘛 他们长大的 思想来源的了 还不止他上一辈 实际上 毛不毛 毛选 这个东西 读不读 并不是很大重要 你不读毛选的话 像我们以前 还学 邓选 是吧 后来 还有 还有那个 但邓选 绝对没到 今天这规模 这个 我们是 邓选 那个时代 他 因为他没有 个人崇拜 这个前提 所以邓选 是 你出于自己的 热爱好去读的 可能性更大 但是个人崇拜 这个东西 是需要有个土壤的 就是封闭 什么都封闭 把一个地区 把一个国家 封闭到 对外面 没有什么联络 这个东西 好像 现在这一波 封闭 跟那个时代的封闭 好像不是一回事 这个 这个崇拜和 毛时代的崇拜 完全不能用 封闭现象来解释 他这个封闭的话 因为 我就想说这个 因为这是利益驱使 现在已经 比如说商品社会吧 我也不说自由市场经济 是吧 这属于商品社会 商品社会的话 你就要有利益来勾引 是吧 你利益的话 你现在还能给 等到再过十来年 是吧 下一波十年大学生 你再来利益来给 这有点 坐进前走 等到再下一波 基本上就没有利益分配了 是吧 为什么要革命呢 革命就是把上一波的 既得利益者赶在去 让自己 比较信任的 一波 能上来 当既得利益者 这就叫革命 这是很简单的一回事 是吧 然后就是 江爷爷 是吧 那个还是比较开明的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 那时候没有能力来封锁 是吧 因为古老的 古老的手段 没有新技术 封锁不了新来的事物 然后就是 胡 不是胡爷爷吗 江胡 那个温总理跟江 不跟胡锦涛 是吧 那个时候 那开始有钱了 知道吗 开始有钱了 然后 方冰心啊 方冰心说实话 是我亲戚知道 那时候就开始投钱了 那时候就开始投钱了 搞那个东西 当时的技术 还是比较粗糙的 现在有很多 内游器的 里面的简单功能 当时就是那 二手的那种技术 蛮粗糙的 等到越来越有钱了以后 那我们技术 就日益突破了 像我们中国人 多聪明是不是 一学就会 一会就懂 一懂就接 我们中国人 确实是很聪明 所以这个东西 等于说 如果有利益 有能力的情况下 他都会培养自己的语意 都会培养自己的 那个 剃手 然后 等到 利益 不够分了 那个能力 等于说 也就是 资金不够了 大家就会 锐卷 锐卷 锐斗 就是这样 实际上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 说实话 是要 要看 锐外都要看的 锐外都要看的 一个 就像那个明朝 它 它是怎么导的 它我们的普通来说 是 贪腐的结果 结果 是吧 然后 农民起义 如果你 光是贪腐的话 你这个利益 结构已经很稳定了 你不可能推翻得了的 因为它 掌握了 最高的暴力工具 最多的暴力工具 最大的暴力工具 实际上 还有一个外因 外因就是什么 万一那时候碰到了 小冰河期 产量 没有了 但是 死与不死之间 当然选择 那个 不太农民史的 那个农民企业 然后 李闯王 就会进了北京城 是吧 所以等于说 中国的文人 我是不太喜欢的 我喜欢 知识分子 因为文人 它叙述的时候 只是叙述一点 是吧 说实话 有人把崇祯捧为 那个 明军 哎呀 真的 明军的话 十来年换了三十多人首相 首辅 是不是 这个人就 就怎么了 属于那种 刚闭之用 有人说 它是暴君 暴君 它又有 爱名 而且 对那种 上次我说的 那个 我们现在用的农历 就是崇祯用的 叫崇祯力 我们现在说 说实话 我们现在的农历 就是因力 就是崇祯力 又有开明的一面 所以 一个 历史人物 说实话 还有多方面阐述 说实话 历史需要重的对比 要 横的对比 还有重的对比 最重要的是 横的对比 相对西方的君主 同时一些君主 在干什么 是吧 这个还是 那个尤侠 你的时间到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好 谢谢 再下一位 小平导播 大家好 我就不谈 这个这篇文章了 我就谈一下 就是那个 温家宝 温家宝 他最后的那个说话 就是他离任的 前的那个说话 他那个时候 主要是 那个要防止 就是担心 就是中共 要再搞文革 那么他担心 中共再搞文革 那么文革和那个 就是说 他希望走的那条道路呢 就是说 怎么讲 他是希望 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 用那种 宪法的这个手段 把既得利益的这些 拿到的这些利益 合法化 也包括他自己的 那个什么 几亿美元 是吧 这个纽约时报 披露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 就是说 现在中共走的一条 是什么道路呢 尤其是现在 就是说看到那些 大学生啊 或是年轻人啊 在那个工 在什么地铁里面 读毛选啊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个操作的 痕迹很明显啊 就是说 我认为这是一种 中共上层 在释放的一种信息 一种信号 那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学生啊 年轻人啊 怎么会在地铁里面 读毛选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在地铁里面 也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阅读环境啊 因为车厢还是有一点晃动的 很多人会引发一些 那个身体上的不适的 但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操作 为什么呢 因为车厢里面的人最多嘛 对吧 他最能够把这个信息 给传播出去 那么我觉得 现在我们要搞清楚 就是中共 或者说习近平 他要干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要搞文革 而且是要彻底的文革 那么我们有些人就是argue 他说 中共一直在搞文革 那么他现在 习近平要搞的这个文革 是什么文革呢 我觉得他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 他要就是说 向毛泽东学习 要发动群众干革命 那么他干革命的这个对象 是什么呢 就是像温家宝这样的 中共的官僚阶层 和像马云这样的 中共的既得利益的这个阶层 那么这个既得利益阶层 也是跟中共的官僚 是有勾结的 他就是要干他们的革命 他就是要隔他们的韭菜 然后呢 他只有 因为你想看 他稳定他的这个大权 要么就是对外发动战争 要么就是对内搞 搞那个 搞那个 怎么讲 有点像颜色革命的 就是他是种 自我 自我 怎么讲 自我 你可以说他是 共产党的一种 自我清洁的一个过程 他只有通过 这两个手段 他才能够 真正的巩固大权 那么 如果是对外发动战争的 当然是对他的那个安全 是那个非常有威胁的 美国 台湾 日本都不会答应的 那么但是 如果他要在国内搞一个 就是说 以他高高在上 联系 就是说底层的老百姓 搞这种文革呢 那其实是 怎么讲 对他来说 可能是 风险是最小的 而且那个他是最有把握操控的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搞这个东西 我们还要结合一点来看 就是说最近新加坡好像在批评 中共的官僚主义 那么我觉得可能是新加坡那边 收到了信号了 跟那个习近平这里一唱一和 那么 就是说 这个理由就是很明显了 就是你们这些官僚主义 你们这些共产党的那个当官的 既得利益者 你们就是说怎么讲 吸了很多那个明脂明膏 对吧 现在要吐出来了 还有你们 还有很多这种政治思想方面的 那个错误 对吧 什么投降派啊什么的 那么你们这些人呢 都要被打倒 所以我相信 这个是他下面一步 那么结合起那个温家宝 现在最近又发那个文章 就重新再重提文革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 这个布局应该是很明显的 那个温家宝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 那么我也希望就说通过这个节目 我可以给那个国内的体制内的那些 岁月静好的那些既得利益者 发一个警告 你们的死期快进了 好谢谢 好谢谢 这个最后一个这个李强 你好像又卷土重来了 看看你能不能够再接进来 看你怎么样 最后一个是接杨 杨是最后一个 我们就今天的讨论结束了 现在你尝 我补充那个一句 就是他这个内容其实是 我认为谈到文革是非常正常的 应该的 不罪述 但是我想把大家误解的那段讲一下 就是如林深渊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这样一种状态 很多人认为 还是他们语文太差了 在中文的这个 特别是古文的含义里 它是一种褒译 它是指君子 无论是在儒家里头 就是诗经里头的 还是在这个老子里头的 它都是指君子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君子应当呢 就是保持一种警觉 保持一种亲民 就是随时能够观察到 每一件事物发生的细节 当下正在发生的细节 这么说吧 类似于一种准修行状态 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 就如果有个人说 我如林深渊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他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高度表扬 或者是说别人 那都是一种高度表扬 就说明 他对自己的围观的过程 是非常的满意的 就是我做的非常谨慎 做的非常细致 他是对自己 就当观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认可 我这么理解 而不是像他们说的是畏惧恐惧 那我建议你们 好好看一下古门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理查对这个奴隶深渊 这边有另类解读 实际上说指的是他这个政治的操功计较的嫌熟 而不是指那个环境的这种凶险 挺有意思的 最后一个 这个看看我们的观众什么意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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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先生 好可以 好 现在听 就是对于中共的一些党内的斗争 说实话呢 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有很多时候都是属于看的原理物理的 所以呢 我对他们这个为什么就跟他本身 我不想做太多的评判 因为我认为我们的 可能往往是不准的 但是有一点 就是根据我的观察 我认为习近平 他对于 有两点 他是很热衷 就第一个呢 就是塑造个人形象 他想把他塑造成一个伪人 第二呢 我认为他非常欣赏 就是 那种 就是把美的老百姓最后变成一个螺丝钉 这样 但是尽管他的很多做法 看上去是很像在搞 要重新给文革翻案 但是呢 你去想他本人就是经过那个时间的人 他也应该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 在文革后期 毛泽东对这个形势掌控的无能为力 所以 而且毛泽东上是先起文革 是有他一定的背景 我认为 其实他也不具备这样的背景 所以他没有必要这么做 但是我认为 他大概想 代理想干的一件事 就是从事历史 他想把那个历史 按照他自己的东西走向 进行重新书写 那里面有些不喜欢的 那只能把它去掉 有一些喜欢的 那他要重新把它给 通过比如说小学的课本啊 那重新去改变 那个他这个 在这改变的程度 把自己放到一个历史定位上面去 重新让后面人读的时候 他的形象 可能还会超过任何一个前面 我猜这可能是他 为什么对这些文章的一些做法 以后采取那么一些措施 嗯 嗯 这个 对习近平对文革的这个解读 你也是有独特的解读 非常感谢 那个 下次呢 有一个机会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请一个 研究文革的 就是在来谈谈这些事情 那这样的话 大家有一些想法 可以更多的展开讨论啊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只是带出一个头啊 因为温家宝文章里头啊 这个所谓的或者被封啊 或者不能转啊 或者是假消息啊 这个讨论的都不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我主要关注这篇文章的内容啊 内容呢 有些人关注他跟习近平的斗争啊 我关注的是他对文革的批判啊 从这个话题呢 我带出了啊 大学生在啊 所谓的这个公交疏流的那些地方读啊 谋选的问题啊 这个谋选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要读啊 这个我分析了这个跟温家宝这个啊 认上最后那次记者招待会上警告文革 要重来的那样一个那种声音啊 让大家重新想起那种声音 这里面是不是有观念性啊 至于观点呢 啊 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观点啊 只是供大家讨论啊 感谢我们的观众啊 今天围观这个节目啊 正好一个小时 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了 那个很多观众打字啊 希望这些观众呢 下次能到聊天室来 把你的手高高举起啊 一起来讨论啊 我们下次再见啊 今天晚上七点 还有晚一晚事啊 我们再见老观众啊 那个大家纽约时间七点啊 别忘了 我跟何必先生的玩一晚事啊 下个节目再会 谢谢导播 另外呢 谢谢艾如可今天的打赏啊 那个艾如可经常是这个打赏的啊 表示非常的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helm Acred 红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混可愛